位列长江三鲜之手 肉质鲜美 长江建谱之后还能吃到刀鱼吗 江刀 海刀 胡刀 铜式刀鱼品质有什么不同 养殖刀鱼能否替代长江刀鱼 清蒸刀鱼 红烧刀鱼 刀鱼馄饨 哪种做法更受消费者欢迎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长江三鲜是指在中国长江下游水域中 出产的三种肉质鲜美的鱼 河豚 石鱼和刀鱼 这三种鱼都属于回游鱼类 春季从大海回游到长江 产卵繁殖之后再返回大海 其中刀鱼因上市最早 且味道鲜美位列三鲜之首 现在正值春暖花开的好时节 不少酒店养殖企业 也在忙着捕刀鱼卖刀鱼 尽管价格不便宜 销售却出人意料的火爆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刀鱼美味又是如何吸引人的呢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南通市 如东县的如东农贸中心市场 是周边地区规模较大的 海鲜及淡水养殖鱼虾的集散地 在市场上记得发现 有七八家摊位上都有刀鱼在出售 不过这些刀鱼都是从大海里捕捞的 被人们称为海刀 如果客人不擅长踢鱼骨的话 这里的服务人员也可以代劳 从鱼鳃的位置下刀 轻轻一滑一拨 既保证了刀鱼的外观完整 整个鱼骨也轻松踢出 清蒸的养殖刀鱼 肉质嫩白爽口 细腻而富有弹性 入口一品炖感鲜美无比 红烧刀鱼的油脂香味要更浓郁一些 而刀鱼馄饨 皮大馅儿小 可能更多的是享受那种奢侈背后的满足感 最后再品尝一下椒盐鱼骨 椒香酥脆又是一种别样的感受 除了品尝长江三鲜以外 长江里面的杂鱼也是不能错过的美味 这道长江里各种杂鱼为主料的菜 叫做江鲜会脆 也是洋中当地人心心念念的鲜美佳肴啊 刀鱼呢 它的日子比较适逆 而且很鲜美 就是顺着它的鱼翅 把肉剔下来 然后就是整了一条这个刀鱼骨头 各种的吃饭呢 一般的把这个刀鱼骨头不浪费 还是把它在锅里面油爆一下 刀鱼的骨头 它不完全全是骨头 它还带了一点点刀鱼的肉在上面 所以吃起来又脆又香 还有肉的那种嫩 对对对 小刺完全都可以嚼着吃下去 对对对 这就是每年全国各地的人 赶到我们洋中来 吃这个猴豚刀鱼啊 这个江鲜的原因 所以说这个江鲜之美 它的这种鲜 真的是妙不可言 是的 天气温暖 蔬菜上市正当时 现在价格是涨还是跌 猪肉 牛肉 羊肉 行情是否稳定 未来趋势如何 从养鸡场到零受伤 看一颗鸡蛋如何走上人们的餐桌 保护稳价 守好百姓菜篮子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